对了 这几日 宫里发寒症的人多 你可要多注意 有什么事到太医院找我 是 太医院差事这么多 你也要注意 那行 我先走了 嗯 索欣 李玉 你怎么来了 你来找主的吗 主去慈营宫了 不是 我是来找你的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刚从宫外回来 逃等到一个玉簪子 很是别致 我特意拿来送给你 罢了吧 我整日忙进忙出的 败不得好东西 一个粗手笨脚地摔了 不比银簪子摔不坏 先前送年的荣华早就有了 这簪子适合你 你先带上看看 李玉 你以前送我的荣华 祝我平安荣华 我觉得特别好 可是这玉簪子太贵重了 还是算了吧 这可是 这些年咱们是共患难的情分 不在这些东西上 真的吗 自然 对了 贤主怎么去了慈宁宫啊 前阵子嘉妃娘娘不是动了胎气吗 太后总是要寻宁问问 让咱们主都关照些 真是羡慕嘉妃娘娘 接连生子也是有福气的 你也羡慕啊 你也羡慕啊 谁不羡慕儿女福分呢 你看纯贵妃 就算为三阿哥牵连 可是她不是还有六阿哥和四公主吗 不羡慕 苏欣姐姐 我先进去了 里边还有差事要做呢 好 生儿育女 我这辈子恐怕没这个福分了 耽误人家做什么呢 呀 皇上 您对外人生生气也就罢了 永皇和三阿哥 毕竟是您的亲生儿子 气过了就过了吧 是吧 永皇县抱病在身 谁都不敢接近 三阿哥也是垂头丧气的 怪可怜的呢 其实其他的 朕一点都不介意 朕最介意的 是他们居然 基于太子之位 皇上 您正值壮年 阿哥们不敢有 这样的心思 尤其是永皇 折免皇贵妃去世的早 臣妾也有疏忽之处 永皇能仰仗的 也只有皇上 他不敢有 这样的僭越之心 他们就算不敢 也有这样的心思了 盛祖仁皇帝子嗣众多 他的长子允提 有了夺嫡之意 被幽禁致死 有着前车之箭 朕怎么能不提防呢 朕当然希望自己的儿子 能够听从朕的话 顺从朕的心意 朕难过的时候 他们怎么可以不难过 当着嫔妃 还有宗亲的面 与朕不同心同德 叫朕怎么能忍 臣妾明白了 皇族父子 理应先是君臣 这个道理你明白 可他们不明白 不吃了 吃嘛 主 为何孝贤皇后崩世之后 皇上如此深情 念念不忘的 所心啊 描记着 人只有活着的时候 真心相对互不相宜 才是最好 所心啊 你也不小了 该出宫嫁人了 江羽并不错 本宫会回禀皇上 把你赐婚给他 可是奴婢 还想多伺候主几年的 我要再不把你嫁给他 江羽并在背后 会恨本宫的 本宫希望你 出宫嫁人 安稳地过日子 多谢主 主儿 主儿 此内宫来 传了好几趟话了 请您立刻去一趟 好几趟 说什么事了吗 不知道 走吧 臣妾给太后请安 是 过日子 冲冲冲 落鼻挺利索 下手更利索 怪不得两位皇子 都折在你的手里 臣妾知道 皇子受罚 臣妾报病不出 在太后心里 得益最多的就是臣妾 自然会对臣妾有疑心 但请太后明见 臣妾并无此心 你无此心 那还能有谁 太后心如明镜 皇上雷霆大怒 无非是二位皇子 对皇位动了不甘有的心思 这样的心思 谁又能左右了 如若臣妾有心做什么 这也太过明显 岂不是给自己招货 那你的意思是 两位皇子自己的错 皇子们也许也是一时糊涂 尤其是永皇 圣母早逝 幼年的时候由臣妾教导 太后如果真要怪罪 就责怪臣妾 当年教导不善吧 果然是乌拉纳拉室 说辞 地水不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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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